台南永康那麼一家小吃店最近在網路上面是引起熱議 大家討論的不是他們家的美食 而是這塊神秘的招牌 因為看來看去有看沒有懂 那現在老闆娘要親自解惑 來到台南這家小吃店 門口招牌每一個字都寫得清清楚楚 可是不論怎麼東拼西湊 店名或是菜名都看不出個所以然 就是人家看不懂就會想要了解 神秘招牌一被PO上網 引來大批網友腦洞大開 有人想破了頭哀嚎 晚上睡不著了 或是被難倒氣的留言 到底是什麼鬼 人家是飢餓行銷 他是火大行銷 還形容是現代文言文 只可惜能夠理解老闆創意的知己太少 有人看不懂乾脆不上門 大膽進門的客人就會問 到底賣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這樣子直的念 原來招牌是以店名做的藏頭師 從左到右直航面 有豬肉羹 先日式蓋飯 羹做咖哩豬 然後是坊間流傳鍋燒麵 每一樣都是店內招牌 這就是坊間流傳的鍋燒衣麵 小吃店開了兩年多 當初招牌就曾經引起好奇 最近被PO網又引發討論 老闆葫蘆你賣的藥 其實只要一看到美食 一問就能豁然開朗 記者 姚文華談談報道